昏赢继续收听《五脸巅峰》第4403集 切割战场 逝去仓促,他的反应倒也迅速 一击不成,模糊的身影立刻便开始淡化 这种淡化极为奇特 仿佛是将自身的存在彻底抹消 便是神念都难以察觉痕迹 杨开却是咧子一笑 同样的招数,你觉得能施展第二次? 化落之时,那偷袭者已经消失不见 杨开忽然扭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一探手朝那边抓了过去 空间法则涌动之下,四方进步 但杨开收手之时,手上已经多了一个身影 大手卡在对方的静波处 凶猛澎湃的天地伟力催动之下 冲撞着对方的小乾坤,让他一阵头晕目眩 一身力量难以催动 先连两次对我出手 看样子你是个固执的人 杨开盯着对方淡淡一声 这偷袭者显然身安刺杀之道 已击不中立刻顿走 所以杨开第一次被偷袭的时候 也没能把握住他的踪影 事后再找也找不到了 不过这个墨图既有如此神奇的隐匿手段 那他就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还会再度出手 杨开不知他会对谁下手 甚至不知他是否还会再度出手 不过如果此人要再次出手 那么杨开领着两支小队 冲出包围圈的那一刹那 绝对是最好 也是最后的时机 所以杨开一直在提防着 警惕自身四周的动静 乃至其他两队成员身旁的动静 偷袭者果然在此现身了 竟还是选择了他当作目标 早有防备的杨开 又岂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先后两次对他出手 可见着偷袭者心性顽固 而且极为自豪 因为第一次没能将杨开怎么样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再度出手 只可惜他选错了目标 第一次的时候杨开没有半点防备 他的手段又极为高明 才让他偷袭成功 这一次就不同了 在战场上同样的固执 注定要付出代价 感受到杨开大手中传来的 恐怖而精粹的天地威力 凶猛灌入自身小乾坤中 导致小乾坤震荡不安 那被杨开擒在手上的墨图大惊失色 他能察觉到杨开也不过七品竞节而已 与他品杰相同 可是如今却是如提小鸡一般 将他提在手上 实力差距怎么会如此之大 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 杨开是如何窥探到他的行踪的 要知道他的隐匿之术高明无比 仓促之下便是八品也未必能发现得了 可方才他偷袭不成 隐匿蹲走的时候 杨开只是一探手便将他精准擒纳 挣扎之中 那墨图忽然对上了杨开的双眸 其中左眼处那金色的树人 让他惊骇万分 灭尸魔眼 你是万魔天的 当看到那满是危眼的金色树人时 这个墨图终于明白了 这家伙竟是万魔天的 而且修行了灭尸魔眼 甚至将这不传之密 修行到了极为高深的境界 怪不得对方能精准地找出自己的行踪 反映过来之后 这墨图满心的苦涩 只感觉自己的运气简直差到极点 随便在战场上碰到一个人 便是万魔天的 偏偏这人还是一个将灭尸魔眼 修行到极为高深境界的家伙 在这一道童树面前 他所依仗的隐匿之术 简直就是个笑话 面对着墨图的智慧 杨开并没有回答的意思 若是两百年前 杨开未必能够这么轻松地 将眼前这个墨图擒纳 他的灭尸魔眼 虽然在微末之际就得到了 但因为从未修行过 所以一直威力不显 直到两百多年前 他花费海量战功 前往幻摩天 面请幻摩天老祖亲自指点 这两大铜树的奥秘 自那之后 在这两大铜树的修行上 他才一日牵连 如今的杨开 对这两大铜树的了解 已费两百年前可比 按照万摩天 对这两大铜树的境界划分 杨开在灭尸魔眼中 以修行至终上的层次 毕竟老祖的亲自指点 着实有些非同小可 这墨图在他面前玩隐匿的把戏 确实可笑 此时此刻 杨开将这七运墨图提在手上 目光盯着他额头上的一个骨包 微微叹息一声 墨图与墨图也是不同的 若只是单纯的被墨之力侵蚀 那还可以救回来 只需要对其施展一道净化之光 驱散了他体内的墨之力便可 但若是借助了墨之力 突破自身原有的稚固 那无论如何也救不回来了 因为一旦驱散了他们体内的墨之力 他们的小乾坤便没有了依障 无法支撑他们眼下的境界 最终只会导致小乾坤崩塌而亡 眼前这个七品墨图 额头上那个骨包中满是漆黑的墨之力在涌动 仿佛一个浓窗 这是明显地突破了自身稚固的征兆 换言之 这个墨图是救不回来的 这才是杨开叹息的原因 本就凶猛澎湃的天地伟力 愈发狂暴 冲进那墨图小乾坤中 墨图面上涌现出一丝惶恐之意 不过很快 他的小乾坤便如破碎的镜子一般 破裂开来 而随着小乾坤的破裂 大量的天地伟力疯狂溢出 一同溢出的还有墨图的生机 在杨开将它丢开之时 这个墨图已经彻底没了生息 自这墨图忽然出现再度偷袭 带至身陨倒消 也不过短短三细功夫而已 四周的墨图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忽有金乌提名之声相彻心灵深处 一轮耀眼圆日月上高空 金乌在其中嬉戏提名 灼灼光芒普照四方 杨开长枪挑起大日身形如地 直吵前方冲去口中爆合 走 玄风队与血狼队众多成员 还没从那墨图被杀的震撼中缓过神来 便呼见大日月空 感受到那大日中蕴藏的惶惶之危 越发震撼莫名 随着杨开一声爆喝 那大日便如一轮圆球 在诺大的战场上驰骋起来 所过之处莫足无能阴风 碰着急死哀着急生 大日之后便是两支精锐小队的身影 血狼队长与玄风队长隔空队势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骇人 以他们的眼力 自然可以看出那大日是一道神通法像 上品开天便有资格修行属于自己的神通法像了 两支精锐小队的队长去都是七品中的精锐 自然也有自身的神通法像 然而他们发现自身的神通法像的威能 与这位杨师弟的比起来 似乎有些弱的吊诈 经由这位杨师弟之手催动出来的神通法像 威能大的雷奇 虽还没到八品开天出手的层次 好像也相距不远了 从这大日杀伤莫足的效率 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领主之下的莫足几乎还没等到大日靠近 便死于大日之中蕴藏的灼灼之力 不过考虑到杨开此前出手的英姿 这神通法像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倒也不难理解 战场之上 一轮大日的月初是极为显眼的 那大日势如破竹 丝毫不作顶流 直接在整个战场上贯穿而过 紧随在杨开身后的两支小队化作双翼 配合杨开的示威 仿佛一支巨琴 尽情收割着莫足的性命 这就是有人配合的好处了 之前杨开单打独斗的时候 固然毫无顾忌 可无人相处 绝对没有这般恐怖的杀敌效率 如今杨开根本不需要考虑别的 只管往前冲 杀得掉便杀了 杀不掉的 还有后面的两支精锐小队来解决 他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军团长传令 让两支精锐小队来配合他行动 虽然没有明确的指令 但杨开也知道 大量品阶高深的莫徒们的出现 应该打乱了南北军这边早先的部署 战局已将势必要破局 八平台天和御主们的战斗他无能为力 他能处理的是大战场上的局势 军团长既然有望他来破局 那他就只能尽全力去做 事已杨开直接祭出了神通法相 如何破局 军团长没说 在这种情况下也没人能够指点他 所以他想得很简单 那就是借助两支精锐小队的力量 横冲直撞切割战场 只要将莫足的士气打下去 那么就可以破局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五脸巅峰 第四千四百零四级